就算是又湿又冷的冷气团来袭 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特别是婆婆妈妈排队来买日式咖喱鸡豆饭 因为这摊的咖喱又香又浓 吃了再三回味 而且只要同板架就能够吃得到 味道很好很浓稠 然后跟人家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别人比较 那个味道比较淡 他们的都比较浓厚 我们很喜欢来买 对啊 几乎天天都会来报到 高手总是在民间 巷弄内有许多隐藏版的美食小吃 这摊位在七堵南新市场内 妈妈味道的咖喱鸡豆饭 同板架好滋味 是许多婆婆妈妈的午晚餐首选 忙于服务民众的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也经常吃 非常推荐 我常常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都是买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些午餐 那这里的这个咖喱饭 真的蛮好吃的 因为它是大概开一年多了 就是感觉就是它的味道是 很口口美味 也蛮浓稠的 尤其它的那个什么 马铃薯 还有那个鸡块都相当的 相当的鲜美 我还真的蛮喜欢吃它的咖喱饭 那很多的这个 一些消费者 都从那个市区来这边买 吃了之后还回窿来这边买 我是觉得说 很不错的美食 因为我们南新市场 这边南北货相当的多 包括一些巷弄内的小吃 都是蛮不错的希望说 喜欢生美食的一些 乡亲也好像是外地来的游客 不妨让我们企图这边来逛一逛 南新市场这边的一些 美味佳肴非常的多 老板表示加入自己的 私房调味 调出独有日式咖喱味 他自己的儿子女儿都非常喜欢吃 因此不尝试把这有妈妈味道的 日式咖喱鸡肉饭拿出来卖 让大家品尝看看 老板指出除了周一工修 早上10点半到晚上7点半都有在卖 欢迎大家来南新市场逛逛南北货 也吃吃看妈妈味道的咖喱鸡肉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